接下來要帶您看在泰國 幾乎已經野外滅絕的赤錦鶴 經過30多年的人工培育 目前仍然是列在兵維名單 最近當地有13隻赤錦鶴野放 保育人員希望 他們能夠成功回歸大自然 順利繁衍 在倒數生中 13隻人工培育的赤錦鶴 擺脫籠子的束縛 震翅飛向藍天 泰國保育人員 最近在東北部這處失地保護區 野放當地特有的赤錦鶴牙種 吸引不少民眾和小朋友共襄盛舉 這種大型鳥類全身雨色淺灰 頭部呈現紅色 身長可達180公分 體重可達7公斤 最後一次在野外被發現 是在1968年 最近半個世紀近乎滅絕 一九八九年 泰國政府和動物園 吉林荷國共同展開富裕計畫 二十二年後 第一批赤錦鶴回歸大自然 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隻成功野放 這些重獲自由的赤錦鶴都只有晶片和標籤 方便後續追蹤 保育人員表示 目前大約只有六到七成 能夠在大自然中存活下來 還需要提升人們的保育意識 共同維護他們的棲地與環境 目前泰國赤錦鶴仍名列冰尾動物 保育人員希望民間共同努力 讓它早日脫離生存危機 也讓後代子孫能夠持續欣賞他們在田野界 祕食的優雅身影 公視新聞曾慧敏編譯